太极拳的开端 太极拳的开端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刚刚如果看我打拳怪怪的 没错 因为我左手目前是骨折的 骨折以来 我没有练过拳 但今天我觉得 说明这个姿势用启示最好 所以我就很勉强地 做了一个示范 当我刚刚做这个 太极拳的启示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我舌头的姿势 对不对 我舌头的姿势是放在上额的 那你们知道我心灵的姿势吗 我常在要打拳的开始 我内心会浮起 或者庄子讲的 婴儿后城 或者黄元吉讲的 无私无虑 一团自在安然和气 也就是我是让我的心 维持什么样的姿势 然后整个人 我的脊椎 我的头 我的肩膀 其实这些姿势 如果我不细说 各位可能不明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是来自于庄子 改变心情的姿势 这姿势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 但我一开头做这个示范 要说明的是 姿势不是只有动作而已 包括你那个时候 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的情绪状态怎么样 也是姿势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分成两大单元来说 第一个单元 是讲养身的阶梯 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样 一步一步 拥有这样的姿势 第二大部分 是要讲 游心的历程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 习惯这样的状态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它再容易改变 这个幸福再可以复制 我想还是得先确认 这跟在座诸位啊 你要追求的幸福 到底一不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要谈谈 各位的身之所向 与心之所往 什么是你要的幸福啊 我这边画了两道截题 蓝色我想象征心灵 黄色我想象征身体 那各位 您最想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呢 小时候大家都听过一个 捷克与魔豆的故事 这捷克获得一颗碗豆 种下去之后 哇 爬上天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完这个童话第二天 我的漱口碑 放了棉花 就开始种几碗豆 好像幻想 他们也可以把我带到 很高很高的地方 很高的地方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捷克后来得到的是金币 会生金蛋的金额 还有金树芹 我小时候傻傻的 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觉得赶快种碗豆 就对了 各位是不是想好 你要的幸福是什么了呢 那我们现在来说说 庄子要的幸福 或者一个学庄子的人 我们内心的渴望 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庄子之徒 身之所向与心之所往 首先要谈的是 年寿 终其天年而不忠道要 不会半路病死了 或发生恒祸就死了 这好像符合我们人人的渴望 是吧 接着讲心情 很欢喜 很开朗 接着讲生活 讲生活的最根本 睡得好 接着讲起气色了 气色很好 接着呢 还会讲他的气 是非常充沛的 好 我先简单地说 听到这儿我们发现 跟我们的追求并不冲突 那我觉得 在这边 学庄子的人 拥有的渴望 可以说是 所有人渴望的基础 有了这样的心灵身体 我们才能追求 外向的渴望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渴望 终其天年 而不终到谣 这是我们就会想想 我们平生追求的知识 是否满足了这样的需求 来决定今天这个影片 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不知道各位 在学校 学习某个科系 你获得的知识 是不是觉得 这样就够了 这辈子够用了 这些知识足不足够 让你完好无伤地 过完此生 好 在这里我们刚刚说 这好像是我们共通的渴望 至于心情呢 那庄子书里告诉我们的 在 庄子大宗师 印帝王 也就是这次 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 我们看到一个理想的心情 丙丙呼其似喜呼 明亮开朗 满足开心 然后呢 在人与人之间 他的内心 是敞开心胸的 我今天问了一个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身边最爱的人 你可以选择 他是心里有很多秘密 都不告诉你的 喜怒不形于色的 还是你希望他是敞开心胸的 他说当然是敞开心胸的 所以这是我们共通想要拥有的心情吗 接着讲睡眠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睡不好 没吃好 生活大概很难美满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共通的渴望 当然 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女人 我们都会渴望 有一个比较好的气色 而庄子告诉我们 叙呼敬我色眼 当你从事这样的身体跟心灵的追求 你的气色会越来越好 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女语 年纪很大了 容色还跟小孩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体现了庄子之道 我想年老而容色像小孩 这是我们每个人共通的想望吧 假使实践庄子的身法 还有心法 我们就能办到的话 那不知道各位 是不是有意愿一事 那如果这个尝试 又不太花什么生活里的时间 我想大家就感兴趣了 更不要讲疫情期间 大家不说待在家里 需要一些 很积极正面的活动来从事吗 可是在女语这边 我们岔开来 我们本来只是要讲 好的气色是我们共通的渴望 我们很亚裔的是 庄子在大宗师的描述 女语到底怎么办到 有这样的气色的 她告诉我们的诀窍是什么 天啊 居然跟长久以来 你在意什么有关 因为首先我们要 看淡天下的纷纷扰扰 我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好着急 想要赶快打疫苗呢 还想打心目中 理想厂牌的疫苗 可是后来看越多 西方的报道 当面对病毒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对抗病毒 原来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免疫力 那当我们把注意力 如果你注意力在那边奔走 待会会说 可能你的气血的状态 会因此是损耗的 所以你就把你的在意 收回来了 不会摆在外物了 更进一步 如果我们透过庄子的大宗师 这次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 会提到庄子的生死观 为什么在百公达人 读庄子的部分 台大肿瘤科医师梁益新 他居然号召他们 肿瘤病房的医生 全部读庄子 因为他觉得庄子 是面对生死学讲得最透彻的 每天面对生死的人 很需要读庄子 因此你面对生死 会有不同的看法 就好像这个形体 租借的期限到了 我要换一个身体了 所以慢慢的 你也能淡忘 看淡此事之身 在意一切的大本大缘 你的心灵 前面都看淡了 才可能是清明澄澈的 好 既然心身是这么重要的根本 如果我们不拔骨 一次强风咒语 那 你的枝头有再多的花果 都会凋零 所以治理自己的心情跟身体 真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事了 我们刚刚讲到 学习庄子之学的渴望 我们刚刚提到 对于一个生命 我们对于气色 对于心情 对于年寿的 基本的渴望 一旦我们实践庄子之学 发现其实不难 以至为时 就跟着四十走 七月十六号 二零二二年的七月十六号 是三幅的开始 是最适合掌养 真羊之气的时间 我们这样配应天时的过日子 也就够了 其他的呢 庄子告诉我们 庄子说 就像跟一个有脚的人 有脚的人走 你跟在后面走 那就行了 于是我们低头看 两条腿还在 那你一定也可以啊 而这样走的目标 就真的只是 终其天年 维持一个良好的心情体况 有一个好的心情 睡得好 气色好 就只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中国传统里面 有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器 这也是我们的剧里面 有武侠剧的 很重要的来源 庄子说 神宁 让你的心静下来 所有的中医师 把脉的开始 一定要先宁定心神 你才能倾听到 对方身体更多的信息 而把心静下来的好处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说不静下来的坏处好了 孟子说 治治烟 气刺烟 你的心到哪 你的气就到哪 所以当你整天 把在意放在手机里 放在纷纷扰扰的 疫情跟外在事件 可能你的气因此就乱了 就散了 就流失了 太极拳也说 以心行气 我刚刚说 我左手受点小伤 所以如果我把我的注意力 放在我受伤的手腕 这受气就会聚到我的手腕来 这说明了 你的心跟你的气关联 非常密切 也说明了 如果你没有改变 在意的习惯 整天把在意摆在外面的话 有可能 你的气就跟着坏散了 所以要关照心 关注身 我们才能收拾 那个因为流浪 而满身是伤的自己 回家 回到浩瀚宇宙中 元气满满的家 那有这些气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这次的疫情 很多人是从 喉咙哑 喉咙卡卡的 喉咙不舒服开始的 庄子说 众人之习以喉 在疫情的主速症状之一 就是你体内运行的气 没办法通畅 你喉咙发出来的声音 就像打劫一样不顺畅 那相对于众人之习以喉 那真人呢 真人之习以种 那所谓真人的气息 是身打脚肿的 我想各位曾经在公园 或者泥土地上 看别人打太极拳 为什么要穿布底鞋 就是因为你的真阳之气 会透过布底鞋 入土三分 我记得去年的三福天吧 有一天我正在 台大最右湖边打拳吧 哇 觉得今天脚底的气 确实比前阵子厚实许多 我那天非常开心 也有一些领悟 那段日子刚好看了一部电影 叫《挪扎》 好像忽然了解 挪扎太子的这个角色设定 为什么会让他脚踩风火轮 是不是因为古代的人练功 知道练到后来 脚底的气会很厚实 所以真人是可以习以种的 各位不要觉得这样的境界很远啊 我要说的是 你一旦让你自己的心 养成向内的习惯 你让你的身体维持 待会我们要说的理想的姿势 其实这些气感 这些不同的心情 这些改变的纯色 都是很快速 就可以让你看到效果的 那我们在《庄子书》里 讲到心斋的气 说当你不再执着于别人的语言 而能体谅 甚至于不只能体谅 连念头都没有了 因为体谅还有念头嘛 最后 虚而待悟 你就会有很强的气感 你要做到心灵的摘戒 才做得到 那这个开头我想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 这样的心声是我们向往的 我们同时可以理解 其实身体跟心 我们今天只是为了方便说 方便学 我们才分开来说 其它是非常密切的 它是一个形神不二的功夫与境界 那我觉得我如果 日常生活很规律的话 我还不会发现这件事 如果真的忙起来 在学期末 或者六月份要出书 我承认 我每天练功的时间 变得少得可怜 然后你就发现 练功少的日子 你不会发现什么 你就一起的很正常 可是等你终于忙完了 你恢复每天早上醒来 就开始穴道倒你的生活 你很快会发现 你怎么没什么事情 就笑了起来 就当你发现的时候 你觉得我怎么 就挂个微笑在脸上 因为这样心情好了呀 所以庄子说 虚事生百 甚至于在黑夜里静坐 你闭目看到的世界 可能也是不同的光彩 这我们就不多说了 而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实相 是庄子的追求 这个追求 如果过去你只读了 正是时候读庄子 一 你听到明者时之兵也 无将为兵乎 我们追求是时之的生命 不是明生 我们看了觉得很有道理 我也追求时之的生命 但我们那时候不懂 庄子讲的时之生命 到底是什么 而这一次这一次 在庄子 大宗师 什么叫大宗师啊 万卷书里 万里路上 你想以谁为师 在大宗师里面 神无四见 胡子这个段落 胡子就展现了 一个庄子之徒 一个理想的生命典范 他生命的真实 而这个生命的真实 有多重要 我觉得庄子这个屁欲 太可爱了 他说呀 如果缺了这一点 这个重要的元素 就像你养群公鸡 没有母鸡 或养群母鸡 没有公鸡 他们永远生不出蛋来 他就只等着生命凋零了 也就是我们一旦 不去在乎庄子 在这边强调的心和气 游心跟养生的话 那可能你就永远 不怕进入这样的境界 当然气是看不到的 是用水来形容 像静止的水 非常的饱满 辽阔 或者像天地之气 浇汇的水 这样的流动不已 或者它的水量 它的气的量 当然气量气量 我们常说嘛 这个人小气 不能包容别人 或这个人 今天听起来 中气很旺 气量到底是什么 神无似箭胡子 由我们示范了 它的气多到 让我们感觉 里面可以养一条大鲸鱼 对不起 可能不止一条 那我们听得出来 这样的一种心气状况 它是可以不断进步的 好 各位 我们回到 什么是你人生的渴望 这个主题 一开始我们的问题意识 我遇到过 很想追求完美爱情的学生 我当然也遇到 在新生的讲坛上 他就说了他人生的愿望 就年收入四百万 我永远记得这个学生 他问问题的时候 整个脖子都是下垂的 他不是因为害羞 是他的身体习惯 已经累到整个脖子下垂 我那时候听到四百万 忽然觉得很悲哀 因为这脖子太廉价了 如果你的生命 只想向外追求东西 可是你忽略了新生 那可能一个疫情 一阵风雨 你好不容易要到的感情 或好不容易要到的财富 就这样花果凋零了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读了庄子 你读了庄子的追求 应该是在座各位 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吧 当然可以说 这是千百种生活 都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根基 如果你决定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 你希望每天的心都更淡定 你的气必须是不断进步的状态 我举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广众 他说老师我最近好忙 要寻回演唱会了 我都会问他一句 你的气的量有减少吗 他说一点点 我说那还好 也就是这可能是我们生活中 最关切的一个课题 你真的走在这样一条路上的话 你真的会品味 盛却人生无数的幸福与芬芳 你就能体会那种 好像不自觉嘴角就上扬的感受啊 如果你把它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的话 那么很快的 你会发现你的眉心 你的痰中 会有比金币还要珍贵的金币 尤其你肚脐一下四指腹的地方 会有比金额蛋 还要值钱的金额蛋 出现在你自我的生命里 你会觉得那真是生命最珍贵的内容啊 我们讲了那么多真人 不知道大家觉得亲不亲切 所以我想借由医书 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 这到底是不是你人生的追求与渴望啊 伤寒论曾经为我们描述了生病的人 身体会重 四指好重 可是等你病好了 你就不重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染疫者 在疫情期间发烧 汗发不出去的时候 你应该感受过这样的疼痛 这样的沉重 你好了 你觉得不重了 但只是不重而已吗 你读《黄帝内经》的上古天真论 你觉得你可以好轻松 我只要忙到 我感受到我脊椎的存在 或我肩胛骨的存在 我就是告诉自己 起来走一走练功吧 因为你希望你更清零一些 那这么清零 除了觉得很轻松 当然舒服呀 那有其他的好处吗 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体会 我需要一些更具体的事情 来告诉你 让你确认 这到底是不是你的人生要的 我在进台大的前四年 我做了中国传统本草学的研究 搜集了汉代道民国的 一百多本本草书 发现三百六十五味药里面 多达一百二十四味药 它是可以服用之后 让你的身体可以轻松一些的 你就会发现 你归纳这一百二十四味药 发现它们除了让你更清零一些 更轻松一些 这个清不是体重 是身体的感觉 还有什么好处呢 哇 太好了 长肌肉背力气 我们现在怕的不就肌肉流失吗 但是当你的心根气是这样的状态 你确实是会长肌肉背力的 气色会比较好 五脏比较平安 甚至于耳聪 木鸣 你觉得你的眼力 好像不是在衰退中 而是在往好的方向走了 还有你的意志力 会越来越坚强 会强制 当然可以让你看起来不老 你的头发可能 到四十岁的时候 增加了一点白发 五十岁的时候又黑回来 会有黑发的效果 还有走路的速度 可以变得轻快无比 各位这些我想每个人听了都觉得不错 但我们确定了 这一切可能都不违背我们内心的渴望 甚至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渴望的时候 你可能忽然会发现 其实疫情是挺珍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让我们回到家里 回到家庭的家 身体的家 心灵的家 或者我也曾经感触 生病是珍贵的 包括我一个月前 跟我的边境牧羊犬玩耍得太疯狂 所以左手鼓着 我也觉得是珍贵的 因为让你更加关注自身 否则有时候 我们在滚滚红尘中 我们在同温尘中 我们会不自觉地开始向外张望 好像马不停蹄的 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想注意的事情 想买的东西 可在疫情中 在生病的时候 忽然隔绝了 我们忽然把在意回到自身 那我们的心气 就可以开始长养了 各位 如果稍微负责一点 当我们承认自己是个活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心情跟身体 真的有那么一点责任要尽 讲到这里 我只是要向各位说明 成为真人 其实是找到自我 并且完成自我的过程 我在17年前得癌症第三期 以为自己快死了 因为医生说 即便暂时抗癌成功 这一类型的病毒 还有癌症第三期 你在五年内的存活率 只有25% 那时候的我 开始 希望每一天的每一时刻 都让心情体况变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只要每天 比昨天进步1% 一年后 就能是现在的37、8倍 这是复利的效应 所以那时候蛮积极努力的 我很讶异的是 再一个人年过40 你居然发现 好像身体越来越壮了 壮到本来前扣的衣服穿不下了 那有一个在帮我做 因为我脊椎侧弯 诊疗的医生 哈喽 蔡老师 你越来越壮 这衣服越来越紧了 我就跟我的医生说 医生啊 我会变成泰山吗 因为你有点壮有点高兴 可是你想无限壮 你知道吗 我记得他回答我 不会的 你只是完成老天爷 今生给你的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句话 我好有感觉 那天回程的路上 倾盆大雨 我想如果不是这场病 也许因为这场疫情 我们关在家里的岁月 开始跟着庄子的脚步 一步一步练功 我们可能还没有机会完成 今生老天爷给我的样子呢 我们才会发现 原来生命中所有的美好 如果失去心身 这个庄子 心之所向 身之所往 最重要的渴望 那么所有的花果 最美好的情感 财富 都有可能在一次的 强风暴雨中 全数凋零 所以我们如果 祭求生命的太平 我们真的要从心灵开始 从身体开始啊 各位 当游刃有余的心灵 是庄学的一个目标 游刃有余的身体 也是庄学的目标 你有了游刃有余的心灵跟身体 自然就容易有游刃有余的情爱 你同时就会有游刃有余的专业能力 因为这些新生的进步 会让你明显在自己的专业上看到成绩 于是你发现 原来养生的阶梯 游心的进程 还有你的用情 你投入专业的年限 都将在生命历程中一并成就 这是多美好的感觉 而从你学习庄子的这一天开始 我的行事力忘了从哪一年开始 我每天记录的就是我身体的修炼 或者我对自己的心有一些要求 我实践的成绩 所以明年的除夕 我就会翻看这几年 是不是有慢慢的进步 如果那个进步 一年可以是三十七八倍的话 哇 那成效肯定惊人 当然当然 这还牵扯到生命观 我们今天也没时间说 如果心神是死生断裂中 无尽的延续 那么你这样的游心的历程 养生的阶梯 直接或间接的 就是跨越死生交界的永恒追寻了 因为这样的心情 心灵 影响了这样的呼吸 这样的气血 影响到这样的容色 跟我们实际的生活与生命 跟永恒的灵魂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 改变心情的姿势 养生的阶梯 里面会提到很多身体的感受 现在最上面一阶呢 我摆的就是刚刚说的 整个装学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肯定我们要了 所以我们暂时把它移除 那要透过几层阶期可以达到呢 六层 其实说多也不多 比你打怪容易许多啊 好我们来看第一层 第一层是寻耳目内通 我想这是挺违背我们的习惯的 我们平常不是就用眼睛不断张望吗 当你的心变得不太稳定的时候 你可能随时都需要看点什么 向外抓点什么 不然你的人生好像就空白了 因为里面又有一个 在里面不断培育的挽豆树 在你的生命里 所以你开始要尝试 不要让你的眼睛跟耳朵只是外逐 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 当你把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 不断地外逐 对自身的影响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曾经在课堂上 让我的学生做练习 就是用手机来练习 这一周只能被动使用手机 就他想你可以接 有资料找可以找 但其他时间不能逛手机 不能在手机里逛街就对了 另一周呢 就可以疯狂使用 后来那一届好多同学 尤其从事任何的创作 文字创作 图像创作 摄影创作 他们都发现 当你把往外追逐的感官 往内收的那一周 何老师 创作能力会变强 你也可以注意自己 你的心是否能因为这样而 安定下来 所以我通常 如果遇到那种 觉得心不够淡定的时候 我会马上做 穴道导引里面的 神宁的练习 不管是神宁 弹中 好 就把注意力放在弹中 然后吸 闭气 吐气 但是没那么快 各数二十二十二十 你发现注意的一收回来 你那一点紧张跟慌张 就没了 很容易的 我的学生告诉我 早上起床 今天要考试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烦乱 他坐上戒人车 要赶到学校去 忽然想到神灵的练习 他就看着想象中的 眉心的一个空白荧幕 他整个心就静下来了 这就是庄子告诉我们的 无听之一耳 因为我们太容易执名感官了 我们看到那个人的嘴脸 我们听到那个人说谎那句话 我们就受不了了 我们太在意外面的事情了 耗费太多能量了 而庄子在那期篇结束的时候 说了一个好动人的故事 他说啊 束呼这两个人 跑得挺快的 他们常到哪儿去玩呢 到混沌的领地去玩 好 这个图像就是混沌 它长相的特色就是 没有耳朵 没有眼睛 没有嘴巴 没有鼻子 你老到别人家去玩酒了 也想带个礼物 带什么礼物好呢 似乎商量之后 发现混沌没有什么 没有七窍 所以我们给它吧 所以就日早一窍 这个下场是什么 七日而混沌死 七天之后七窍就开了 混沌却死了 其实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觉得学庄子后的我 常会在人间是看到一些状况 看到有人有无与伦比的悲伤 或 难以附加的愤怒 就非常的愤怒 我那时候在心里就会觉得 他们有学庄子 很可惜 不然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外面的事情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 在身体的姿势 各位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你每一天活着 不管你坐着 站着 躺着 你的第一步 先把注意力收回来自己的身体 当你开始这样做 你就是在节省 你自我的生命能量 跟爱的能源了 你有随手关灯的习惯吗 我有 我甚至于有不吹冷气的习惯 可是当你那么珍惜 环保人士 珍惜天地间的能源 大自然能源 你是不是也该珍惜自己的 心的能源 气的能源 血的能源 我觉得挺重要的 好 我们不对外 那我们要干嘛呀 我们的眼睛耳朵 我们的听觉 我们的视觉 庄子说 寻耳目内通 让它通往内 通往内去看什么呢 我们再往下看 好 我们在还没有往下看之前 我想请各位做个比较 你去注意自己的呼吸 我觉得学 黄帝内经 学伤寒论 学传统医学 或者学老子庄子的好处 你会过得细腻一点 你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心 你是在意外面 还是在意里面 你会当一件事来看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注意自己的呼吸 我们谈在意 我说我的学生 这个礼拜 手机只能被动使用 不能一直注意外面的事件 你发现 你会发现 你把注意力都放在外界事件 那一周 你的呼吸是比较浅的 比较短的 而放到身体里来 你的呼吸变长 当你越在意你内在的心形体况 你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细长 好 所以这第一步很重要 不要觉得第一步是没有功夫 第一步就是把注意力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 我想听过任何庄子演讲 或看过任何一本庄子书的人 都太了解了 原读以为经 但了解没有用 庄子不是要让你了解的 也不是要摆书柜里的 是要让你的生活 养成这样的习惯的 最简单的办法 当然我让我的学生 顶一个台币的十块钱同伴 每天规定自己 顶的时间延长五分钟 各位 不要小看五分钟 你会发现每天延长五分钟 你很快就养成随时都顶头悬的习惯了 就是原读以为经 那这样的一个身体技术 我想在古今中外的武术 都非常强调这件事 原读以为经这句话 在太极拳里面 他说呀 这个脊梁是树起的 你想象你的脊梁是一串累迭的珠子 这个珠子没颗 叠得好好的 你不可以让它倾倒呀 你的头呢 好像你头上有一根法辫 是垂在无量的 你的尾驴呢 你的骨盆绝对不是前倾 也不是后寝的 是中正的 随时维持在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一个身体原则 在练太极拳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的功夫 如果没有留意的话 就算练十年 那也没有任何功夫啊 所以这还非常重要啊 那这是我们用太极拳 来说原读以为经 所以寻耳目内通在注意什么 你每天在坐的时候 在站的时候 你去注意 真的不能再更高了吗 只有这个身体的子五线打直了 你全身才可能放松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发现公元2000年以后 西方医学里面的基基膜研究 告诉我们要放松才行 哇 那原读以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所以你发现 它好像是古今中外非常多 锻炼身体健康的身体技术 共同的追求 好 原读以为经你做到了吗 我在年轻的时候 写原读以为经这篇论文的时候 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这篇论文完成之前 我要养成原读以为经的习惯 想养成习惯很简单 就顶头版 每天记录 每天增加 那就对了 那如果你的肚脉是身体的上半身嘛 那你的下半身呢 要怎么配合呢 我们就想下一步 你要注意力不要往外 朝内注意的第二个重点 天之声是始独眼 你的重心是放在一只脚 当我站着说话的时候 我是我现在重心放在右脚 待会儿我累了 待会儿我累了 是不是可以放在左脚 而你走路的每一步 是让你自己越来越紧张 还是越来越放松 如果你走路的每一步都去注意 我现在往前走咯 好 重心在右脚 接着左脚 接着右脚 就是每一步都是重心觉得完全放下去了 才开展第二只脚 但你的重心就是很彻底的到一脚之后 再到另一脚 如果你是这样走的 那你的脚踝的力度会进步得很快 你要让身体的着力放松 用现代的语言就放松你的肌筋膜 是很快的 然后把重心放在一只脚这件事 可以跟原都以为经这件事合而为一 怎么说呢 因为当你重心虚实分明放在单脚 下接地轴 在你动体以下就有一个重心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你的都脉原都以为经 你整个人是不是就有一个 长长的一条子五线 然后全身就挂在这个子五线上 就容易非常的放松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庄子这门学问 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哲学家 文人 武术家 医家 都会受到他这么深刻的影响 因为他太堪用了 虽然庄子的生命观说 人的生命是永恒的 我们死亡 只是这个心柴烧完了 我们的灵魂像火 会在另一块心柴又开展我们的一生 但是他所有的功夫 都是在此世的新生实践 所以是非常实用的 好 身体的 我们说 寻耳目内通 我们在意自己的心情体跨 我们 第四个在意身体的阶梯是什么呢 是形如稿目 形如稿目 庄子奇物论的语言 当然后面的篇章 很多类似的叙述 由心于淡和气于末 那要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最容易的 如果我今天这场演讲 不想是一个概念上的诠释 而是想倡导一种习惯 一种心灵的习惯 一种身体的习惯的话 那我觉得你要做到全身放松 那当然做穴道导引是最容易的 我如何每天每天都让自己的身体更放松 肌肌膜更放松 因为这样心情就会更好 疾病更少 因为就没有纠结了嘛 身体没有纠结 所以你会发现 你生命中所琐碎的时光 除非你平常上厕所 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 但如果没有 那就来做身体的练习吧 每次上厕所 每次吃饭 你的身体都在进步着 这感觉真好呀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你珍惜这样的练功时光 你珍惜今天有达到 你养成这个好习惯的一个 今天的达成率是百分之百的 你很自然就会跟我一样 嘴角上扬 有一种微笑过日子的心情 因为行如狗目 因为一举动 周身就要清零 你学会了松开你的肌肌膜 你的身体的纠结 你的心情的寄到心 所以你就很容易微笑过生活 好 我们现在讲到第五阶 身体的第五阶 这个搭是解体 四是好像 就是如果你有静坐的习惯 你坐着坐着 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身体了 那我打太极拳也有这样的经验 就打着打着 好像清零到不像有身体 如果你的身体没有碰到旁边的白千层 你还忘了有身体 但各位请注意这个字 四好像没有身体 又好像有的意思 那再进一步呢 各位虽然只是程度的不同 但是我故意还是把它分两间 强调这个忘记 这个功夫的重要 因为身体越来越轻了 就会忘记了 感谢观看